星期四,巴士和救護車已經準備好幫助大眾從敘利亞阿拉伯市的最後一塊反政府力量控制區撤離 但是和前一天一樣,撤離計劃能否按計劃執行仍未能確定 計劃第一批從2012年起被反政府力量佔領的阿拉伯東部撤離的人是急需醫療救護者 最後撤離其他平民和反政府武裝人員 活動人士和當地傳媒官員都表示 親政府武裝向試圖離開反政府力量控制區的一輛救護車開炮造成至少三個人受傷 新一輪暴力的發生是撤離計劃在星期三啟動時被推遲的部分原因 衝突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反俄羅斯和土耳其刮船所達成的停火協議 反政府武裝從阿拉伯地區的最終撤離標誌著聚利亞總統阿薩特的一個重大勝利 政府軍最近幾個禮拜在俄羅斯的幫助下發起更加猛烈的攻擊 從反政府力量奪回越來越多的土地 長年的戰火以及被政府軍圍困 使得到阿拉伯城的大部分地區淪為廢墟 引發國際社會和救援組織關注 擔憂那一千上萬急需食物和醫療的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阿勒侯塞恩表示 星期三再次爆發的衝突令人震驚 聚利亞政府軍及其民友向擠滿平民地區再次發動重炮軍擊 很可能已經構成戰爭犯罪 貞工人 約過 睡覺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